立法院垃圾场经见大量的报废快筛 还通通都是中国制 还被发现不但没有获得卫福部的EUA 而且还曾经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以性能尚未充分 恐对健康构成风险为由 建议停止使用 原来这批快筛的一查发现了 他们是来自中国 而且是国民党金门立委陈玉珍的办公室 民进党立委就质疑说 有这么多不合格的快筛 听了都觉得怕怕的 陈玉珍则表示 这是疫情时台商所捐赠的 也前道当时发放的这批快筛 没有任何问题 立法院垃圾场经见一代又一代 过期快筛堆积如山 还通通都是中国制的 这么大的量被丢在立法院 已被曝光立法院马上派人紧盯 加快清除作业 一盒一盒拆手没停过 会这么紧张 因为这些中国快筛 被发现没有取得卫福部 紧急使用授权 原来通通来自这立委的办公室 要这个做新的这个办公室的装修吗 原来有剩余的这些快筛试剂 好像立法院有固定配合的这个环保公司 所以是请环保公司过来清运 疫情期间呢 由台商协会还有相关的单位捐赠 这批造丢弃的中国快筛来自厦门保泰生物科技公司 国民党金门立委陈玉珍 疫情时接受捐赠就曾爆发争议 因为不仅没有取得卫福部EUA 还曾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以性能尚未充分 恐怕对健康构成风险为由 建议停止使用 原来2022年正值疫情非常时期 国内报快筛抢购潮 一记难求 当时卫福部就开放 民众可输入自用快筛每人限量100剂 这片快筛就是在当时进口 但医疗用品遭大量丢弃 仍被质疑处理方式不当 用个人进口的方法 获得这些没有EUA使用的快筛 做这样子的那个发放是没有配方 还没有使用或者是说 使用的但是检验结果是阴性的话 都是按照一般垃圾的处理方式 陈委员这样的做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中国之快筛出现在立法院 得适当处理 牵涉管杆问题难免被放大检视 记者组报道